大家好,我是NICK,那我今天來講那個N卡的實測狀況好了 3080的話就是以太的算力有98 KS有443 以這邊為標準 以這邊為標準 我們看這個網頁的3080 他這邊是96 96.7411 那我這邊 98443,我用這樣的參數 跑到快300瓦 那說划不划算呢 多挖一點 原則上應該是划算,因為他這個小幣會爆充嘛 我就是賭他爆充嘛 那 3060的話我們來看一下他標準 大概的數字 3060 46.5到186 那我這邊的 也差不多啦 45.7那我可能就是 可能就拉高 這個要拉高的話,可能就拉高到顯存 拉高到顯存 然後瓦數要再增加 那可能可以拉到4647 那3070Ti的話 我來看一下他的 大概的參數 大概的參數 78.9到 296 他吃240瓦 那我這邊240 78.9 296 差不多 那其實差不多的 就OK了啦 那主要讓他跑得比較穩 不過溫度是蠻高的 因為這些都是沒有換散熱鐵啦 可能等到 以太合併後可能會考慮來換一下散熱鐵 因為現在通風 通風狀況 都OK 那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KS的壁甲 目前還是0.0025 還是維持在這上下附近 看一下推特有什麼新的 他可能要上抹茶 他要上抹茶 因為他現在也有五間交易所的 那他要上抹茶的話 後續可以注射抹茶 那將他的流動性又提高了 歐許這個幣還是可以持續的在追蹤 那礦池呢 礦池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這個維持在這四個 這四個 這兩個是一個solo的 這四個 如果其實有疑問的話可以先到這個網站 上面看一下他的那個 挖的 數據 挖的數據就大概就大概是那樣 調整一下就大概可能會超過他 一些吧 比他好一些 的話 算是不錯 如果參數比他好一些的話 這個是一個大概值 我的那個單挖單挖的部分是用T2S 雙挖的部分就是都賣了 那你說這怎麼設定嗎 在這邊要怎麼設定他第一張是可以挖 第一張雙挖 第二張單挖 那設定的部分在這邊 設定的部分就是 你在額外裝置後面就打他的數值 就是你第幾張要 單挖 第幾張要雙挖 我這邊是雙挖 那我就打056 就是 從這邊點進去這邊看056 裝置 裝置裝置的後面就是打 你要雙挖的 這邊0 056 這樣大概意思 我前面的影片有教學到了 所以其實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看前面的影片 大致上講解就是這樣 基本上的參數就是這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看看 雙挖的話 N卡要雙挖的話 因為我都是用A卡雙挖 那後續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是到我的電報群裡面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兒竟然 我旦然會有很好的問題 我們說明 我心思無故 這個不想寫 我平意